跌爆了,真的跌爆了,你知道环金现在房价多便宜了吗? 延交17年4万亿平方,现在成交价13000多,啥也不干,赔了200多万。 雇安曾经28000,现在8500,送金庄还给个车位,赔了200多万。 最神奇的是,有一个地方2017年的时候,22000,到现在,到北京的地铁也修通了, 7分钟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30分钟到北京,15万亿平的利泽商务区, 现在7000亿平没人要。那有北漂就说了呀,还得跌, 烟交会跌到8000,雇安会跌到3000。全中国房价跌得最惨的跌了75%,你害怕吗? 现在最惨的、最胶着的、最焦虑的,就是那些前面四五年买完房, 现在还在还房贷的。原来有一个还金房地产,知道吗? 就是北京周边,所有挨着北京的,很多人都在北京买不起房, 然后呢,选择了先在北京周边买,然后想逐步地向北京市里面过渡, 等周围的房价涨了,然后再逐步地往城市中过渡。 现在精英们买还金房的,最惨的跌了75%,各位,他的房子产值已经低于了, 他还要还贷款的值了。假如我欠了200万贷款,但是现在我这房子卖出去才能卖120万, 所以最后呢,我选择放弃不还了,这房子我也不要了,给你银行吧。 现在好多这样的还金房都跌成这样了。 股安已经有超过50%以上的房子是卖不出去了,不是不降价,是根本没人要。 说这个话呢,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是这个是事实,而且可能会更加的残酷。 你看网上挂牌量的房子密密麻麻,而且还在不断地新增。 最近跟同行一起吃饭聊天,都在说好不容易卖出去一套房子, 一下子又新增两套,要想卖房的人越来越多,成交的周期也是越来越长, 成交的价格也是越来越低,哪怕是亏了很多钱都很难卖出去。 而且现在的客户是看得很少,买得更少,不是买房的人变少了, 而是观望的人变多了。 有一些房子已经失去了它的金融属性和流通性了,更不要提什么投资价值了。 所以我们固安才出现了这么多手上有多套房的人,开始找各种人去出售。 而且,当下我们固安大部分的新房呢,都比二手房卖得更加便宜。 你说二手房怎么卖?如果你要从这个万均中脱颖而出的话, 那目前的市场不亏个十万二十万的,你想都不要想。 当下这个局面啊,要么等要么卖,一些地段比较差的房子已经变成了负资产降价卖, 还有可能倒贴银行钱留着自己住呢?还要倒贴装修钱? 装修好了呢?租金租不上去,你说难不难? 曾经风靡一时的环北京一带的房子环金房持续下跌, 如今成了困境中房主的心头痛。 然而,环金房火爆时曾经一房难求,并且成为无数北漂安家的落脚点。 当时,魅力环金都市向往美好廊房, 一个北京城,四个孔雀城这样的标语,深深打动了无数北漂人的心。 加上北京人口疏散等政策的推进,环金区域的楼市受到市场的青睐。 2016年,环金房价飙升,烟焦最高价升到4万每平米, 大厂线楼盘一度售价达到3万元。 根据中国房价行情数据,当时金金季城市的房价平均上涨了40%。 然而,到了2017年,随着限购政策的实施, 环金房的价格就开始一路下跌,直至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下滑,楼市低迷, 环金房房价至今下跌已超过一半,部分地区跌于7成。 近日,自媒体人小高发视频说, 他买的环金房,现在送人都送不出去,挂牌几个月了, 一点音讯也没有。 他问道,投资环金房的人们怎么脱手? 他说,2015年,他在廊房固安买的房子, 当时的房价是每平米1.1万元, 现在降到了5000每平米左右, 他目前还剩70多万贷款没还, 按5000每平米卖房, 卖的钱还不够还剩下的房贷。 更糟糕的是,房本到现在也没下来, 自从交完房一直没有装修, 他们夫妻只去过两次买的房子, 现在自己去找都找不到。 小高说,2018年廊房固安的房子又火爆起来, 当时每天都有很多人买环金房, 当时靠抢才能买到的房子, 现在彻底凉了。 他说,最近房价跌得很厉害, 我老公说得赶紧卖了, 要不然赔得更惨,损失更大, 不仅首付赔了,还有贷款呢? 给老公的哥哥说了我们的房子剩余的贷款和月工是多少, 现在的房价是多少, 说把房子送给他吧, 哥哥也不愿意接手, 因为用70多万贷款, 就可以在老家买两套房了, 真的是送也送不出去。 2023年3月9日,香港《明报》报道, 隶属河北三河的燕郊静若死城, 燕郊老城区和后开发的南城, 街面都比疫情前冷清不少, 往年一铺难求的核心地带临街商铺也有许多已经关门, 多条主要街道都没有一家地产代理商, 一些高层住宅楼的业主们只能通过网络或社交媒体自行放租, 一些100平米的单位租金仅在1000多元, 即便是当地人眼中的豪宅, 租值亦很少超过2000元, 有业主为吸引长租还推出豁免首年租金。 多位居民表示, 目前当地楼市相当低迷, 楼市至今有大量库存未去, 很多北京来的买房者选择断供, 这几年法院拍卖的房子数量翻了几倍。 早在2023年1月底, 大陆媒体报道称, 北京和环京地区向来是房价走势的风向标, 但从2022年下半年起到2023年的上半年, 跌得最猛的就是环京地区, 普遍跌了50%左右。 其中, 燕郊房价从3.8万跌到了1.8万, 跌幅52%, 大厂从3.5万跌到了1.3万, 跌幅62%, 湘河从2.4万跌到了8500, 跌幅64%, 跌幅最大的是永清, 从2.3万跌到了5600, 下跌71%。 2022年, 大陆媒体报道, 2020年上半年, 环京地区的房价已经下跌得很厉害, 自2022年5月以来, 廊房、固安、香河、永清、 霸州等地区的房价更是跌回了7年前, 而河北燕郊的房价 从每平米4万跌到每平米1万多, 很多草房客都牢牢地套在了房子上面, 困在环京房的房主, 能卖出去就是幸运, 亏个100万很平常。 廊房固安的资深房产中介王勤表示, 这只是环京楼市的冰山一角。 据媒体报道, 自从北京2017年推出限购令后, 燕郊房价就一直跌跌不休。 2021年, 部分投资者发现 贷偿还的房贷已超过房产的市场价, 继续持有只能继续赔钱。 因此, 一些业主一度在网上发公告称, 只要有人愿意接手偿还房贷, 可将房产免费赠送, 还有大量业主被迫断工止损。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 曾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 燕郊的免费赠房问题 从更大范围角度来看, 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整体 迅速崩溃的一个缩影, 或者说是一个先兆。 他指出, 中国各种金融企业、银行、 融资平台、基金 或者财经项目爆雷的事情 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 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加严峻。 近年来,不仅环金房价格下跌难以出售, 中国各地房价都出现暴跌, 房子无人问津。 过了一个年, 我的房子又损失了将近100万。 北京这次解开限购以后, 知道房价跌得有多疯狂吗? 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这房子还能卖730万左右, 这是成交价。 当时我看有五、六套都已经卖到720、 730万了。 然后,现在过了个年回来, 最新成交价550万, 一年将近损失了200万。 从前几个月天天崩溃失眠焦虑, 到现在我已经盲目了, 一年相当于降价了将近25%。 我现在就处于两难的地步, 卖的话损失太大了, 辛辛苦苦十几年就白费了。 全国房子价格跌得最惨的地方, 惠州最高跌幅90%, 原价100万的房子, 现在15万都没有人要。 现在最着急、最焦虑的, 就是在2018年到2021年来惠州买房子, 并且还在还贷款的那一部分人。 很多人在惠州买房, 就想着等以后房子价格涨了, 再把房子换到深圳去。 但是这几年, 惠州房子价格跌得非常严重。 比如说林申的大湾, 价格最高峰, 普遍的均价在2万块钱一平, 现在实际的成交价也就是8、9千。 万打板块的太峰木马湖, 最高峰的时候价格卖2万块钱, 现在的成交价也就是1万1左右, 并且还是带金装修, 房子的价格接近对半打折。 最夸张的当属惠州的海景房, 原价100万的房子, 现在的价格直接降到15万一套。 如果说房子的价格跌了三成, 就相当于三成首付, 相当于本金就没了。 现在惠州的二手房交易市场, 特别多把房子卖了还不够还银行贷款的, 也特别多的业主, 可以说直接把房子送给你, 只要你愿意还月工就可以了。 财经博主包书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 大家都以为中国房地产快触底的时候, 没想到新一轮房地产的暴跌又开始了, 一线城市下跌, 二线城市暴跌, 三线及以下城市连出价的人都没有了, 几乎一天一个价, 瀑布式的下跌, 就是政策却还在挤牙膏, 本轮过后恐怕爆雷的就不只是地产商了, 而是银行了。 数据显示, 2024年3月, 中国房地产销售大幅下跌, 接近腰斩, 全中国前100家房企的销售额仅为3583亿, 去年同期, 这些房企的销售额为6614亿, 相比之下, 今年的销售额下跌了45.8%, 打破了中国房地产20多年的记录, 并且房价下跌幅度高达50%, 即使有媒体报道, 楼市迎来了小阳村, 现实却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大冬天。 销售业绩的长期低迷, 导致房企整体规模在今年依旧在大幅缩水, 今年1至3月全中国前100强房企, 房产销售额只有7792亿, 跟去年的1至3月相比大跌47.5%, 同样下跌一半。 此外, 二手房价格也在下跌。 4月1日, 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 今年3月, 深圳全市二手房录得5196套, 环比增长116.6%, 同比增长5.1%, 以升破5000套行业融枯线标准。 据乐有家研究中心的监测数据, 这是时隔三年深圳全市二手房月度网签量, 及合同录得量再次破5000套。 不过, 成交价持续下跌, 81.4%的成交价低于参考价, 该占比在过去一年里持续上涨。 从数据上来看, 低于参考价0%至10%的占比, 从2月的25.5%增加至27%。 低于10%至20%的占比, 增加至33.8%。 目前市场主流的成交价与参考价的偏差值 也在这两个区间内。 成交量走高的同时, 挂牌价仍维持小幅下跌趋势。 机构监测数据显示, 3月底二手房挂牌价为7.06万元每平方米, 环比下跌1.1%, 近12个月里累计跌幅达8%, 而且二手房挂牌量再增加。 截至2024年4月1日, 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公开在售二手房数量统计, 深圳全市有效在售二手房源58,122套, 对比3月1日统计的53,753套再售房源增加4,369套, 环比增长8.1%。 深圳市房地产中心协会指出, 3月份二手房交易中, 成交价格低于参考价成交的占比比去年3月份有较明显的提升。 当前, 大部分业主主动让价, 通过以价换成交的方式促成了交易量的提升。 对于当前深圳二手房交易市场, 业内依然担忧市场恢复动能不足。 史蒂文·莫舍3月30日在纽约邮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 《在中国共产党玩完了》的评论文章称, 当6500万套房屋占全国房屋总数的五分之一控制 且房地产价格暴跌至2018年的水平时, 你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当中国官方青年失业率达到两位数, 而财政部报告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6%时, 你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文章还称, 鉴于中国共产党如何玩弄统计数据, 真实的数字一定要糟糕得多。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认为, 这显示一般居民的收入都在下跌, 可能跟房地产都有关, 就业市场很糟, 整个产业界状况很糟, 失业的人增多, 企业所得税自然就下跌。 与此同时, 资金和人员的外流也加剧中国经济的困境。 纽约邮报的文章表示, 仅2023年就有5000亿美元逃离中国, 而大出血仍在积蓄。 除此之外, 人才的流失和走限者的暴增, 也进一步撕裂了中国经济的伤口。 莫舍指出, 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中共政府正在回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贪婪的共产党官员的心目中, 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一直就是消灭资本家本身。 他说,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每当毛泽东或习近平决定制造暴政比生产商品更重要时, 正如他们迟早都会这样做的那样, 经济崩溃就会随之而来。 当那一天到来时, 中国人民不要指望习近平会同情。 毕竟, 当毛泽东自己的集体主义愚蠢行为以饥荒告终时, 他们也没有从他的导师那里得到什么。